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赋予了人格的内容 今天大佬就从面向学的角度给大家讲讲 不同脸型代表的不同人生运程 下面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 圆脸 圆脸这个比较容易常见 一般来说圆脸的人大多心态较好 内心非常的乐观 也比较的容易满足 整天脸上喜欢挂着笑容 不喜欢为了一些小事发愁 对待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和善 不喜欢斤斤计较 性格方面比较温和善良 待人处事真诚厚道 乐于帮助他人 也懂得为他人着想 因此人缘非常好 一生过得非常开心 属于典型的大富大贵之名 能够得到满满的福报 二 身自脸 身自脸的重要特征 便是脸部的中间较宽 上下较窄 上下主要指的是额头和下巴 中间主要指的是颧骨 这种脸型的人一般智慧不高 内心也比较自私 考虑问题 眼光比较短浅 只顾眼前 而且心胸也比较狭隘 喜欢斤斤计较 特别喜欢贪小便宜 做事缺乏耐力和坚持 遇到困难就会选择放弃和逃避 事业上很难有太大的座位 即使能够取得一点小成就 也很难保持长久 三 瓜子脸 瓜子脸的重要特征是额头宽窄适中 下巴尖细 但整个脸型的弧线较好 看上去既不圆润 也不坚写 从古至今 瓜子脸都是一种比较符合 东方人审美的好脸型 这种脸型的人一般长得都比较好看 瓜子脸的人大多比较重视生活品质 也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 做起事来精力充沛 身体素质较好 能够把事业和生活经营得非常好 往往能够有所成就 不过如果下巴长得艰薛无肉的话 这种瓜子脸的人大多缺乏肚量 为人也比较小气 晚年生活 孤苦无依 四 油字脸 油字脸也很好辨认 这种脸型的重要特征 便是额头狭窄 胆下巴长得较为方阔 腮骨部位长得较为宽大 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少年运 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后天晚年运 这种脸型的人大多出身不是很好 祖上积业浅薄 从小求学还是生活都比较辛苦 缺乏贵人和靠山的帮助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不过这种人大多意志力坚韧 年轻时虽然苦难较多 但中年时往往容易发达 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和回报 五 国字脸 国字脸顾名思义指的是脸型方正 就像国字一般 这种脸型的人一般额头饱满圆润 下巴方阔有力 这种脸型的人大多性格沉稳而内敛 做事很有原则 责任心非常重 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实在 做事非常踏实 个人能力十分突出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 不过这类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固执 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内心刚正 不喜欢阿谀奉承 容易赢得他人的信赖和尊重 有做领导的潜质 六 假字脸 所谓的假字脸由油字脸正好相反 假字脸的人大多额头和颧骨长得较宽 但是下巴却显得艰虚无肉 整个脸型看上去不是特别协调 不过这类人头脑却非常聪明 反应速度很快 而且思路清晰 判断力非常强 做起事来也非常认真 善于把握机遇 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力图走好 并且这种人达到情商很高 为人仗义 特别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朋友非常多 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收入较高 七田字形 又称作方形 眼上下阔后 像田字富贵之人 初年中年老年都急 五官之中四官好者有将相之才 二官好者只是小贵 三十岁前得贵人扶助 但五官不明 言语动作粗鲁者难得贵 反为孤子女原薄 八木字形 上下如木字面相者 初年孕家 二十岁前后离乡 过拥有日子 或因灾难倾家荡产 此人特点是既已精湛 人人羡慕 专心研绎 勤于奋斗 受长辈之助 可得夜城 若是女命 好景不长 宇家不和 尚夫克子 终为孤独 男女受长 七十岁左右 九 风字形 上略大 中间宽 下宽者 向风字 一生迁移不定 初年离乡 二十岁左右 东遍西迁 南北不定 如遇贵人提拔者 成功者亦多 四十岁后 运程转好 晚景 暮年好 然而此相 有心态 太贪婪的趋势 十 同字形 三亭长广 五月事宜 不未相事宜 成为上等相 荣华富贵 子孙贵 家业长省 南命初中末 现运都急 二关好功名有 三关好地位险 四关好大富贵 但傲慢 四十岁左右 因对社会反感 招致命之灾而致败 受八十以上 除了脸型 还有脸的平 凸 窄 宽 当然 他们也是有不同的命运的 下面就跟着大老 继续看吧 一 面平者 所谓的面平者 指的是从正面或侧面看上去 骨脸柔和不突露 也不凹陷 而且脸上的皮肉紧凑 整个脸型看上去较为平顺 这种脸型一般长得较为标准 也是最美的一种脸型 长有这种脸型的人 大多性格非常柔和温顺 待人牵合 但是缺乏鲜明的个性 女人有此相 性格温顺大方 处事稳重大气 往往能够妄加心裁 男人有此相 做事踏实 成熟稳重 家庭责任感比较重 不过这种脸型的人 大多性情较为古板 生活和工作中缺乏情趣 二 面突者 所谓面突者指的是 鼻梁高挺优势 额头饱满 嘴巴棱角分明 整个脸型看上去凹凸有致 起伏明显 这种面相的人 大多头脑聪明 反应灵力 为人处事方面圆滑而多变 善于变通 对于名利的追求欲较强 这种人大多个性非常鲜明 某一方面的能力 也会特别突出 在事业方面 虽然容易得利和得权 但是为人太过势力和现实 家庭关系不稳 属于天生的孤独相 三 面宅者 所谓的面宅者 指的是额头较为尖窄 下巴和腮骨比较尖血瘦长 这种脸型的人大多只会不高 喜欢耍小聪明 而且内心大多非常自私 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女人长有这种脸型的话 大多心胸狭窄 目光短浅 只注重当前利益 喜欢算计 爱与他人斤斤计较 而且嫉妒性非常强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男人有此种面向 大多意志力不强 做事缺乏坚持 为人处事方面 也比较尖酸刻薄 对待感情缺乏专意 对家庭缺乏责任感 最终一事无成 四 面宽者 所谓的面宽者 指的是额头 颧骨 腮骨和下巴部位 长得较为宽平 整个脸型看上去较为方阔 长有这种脸型的男人 大多头脑聪明 为人很有主见和魄力 做事也特别大气 很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意志力坚韧 做事有种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执着 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女人如果长有此相的话 则性格大多比较玩横霸道 思想也比较古板和固执 听不尽别人的意见 掌控欲非常的强 特别不容易相处 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 纠纷 婚姻运不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